二战后期 德国的U型潜艇上 有一个特殊的非战斗岗位 但是它的重要性 可能比全舰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大 它就是专门负责帮大家冲厕所的冲屎官了 当然官方的名字叫做 厕所废物处理专家 你要是觉得尴尬 想要绕过它自己冲的话 也可以啊 但是后果呢 可能就是传毁人亡 比如可怜的U1206 好吧 冲厕所竟然还需要专家来操作 冲得不好 还能直接冲成一艘潜艇 我这也是第一次听说 咱们今天就来好好了解一下 故事中的主角U1206 是大名鼎鼎的德国U型潜艇中的一员 而且还是后期更加先进的一员 它装着两台3200匹马力的柴油机 可以在海面上以最高17.7节 也就是32.8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前进 同时还可以为一组电池充电 以便潜入水下后 也可以在两台750匹马力的电动机的推动下 跑出7.6节的好成绩 所以它是一艘油电混合的先进潜艇 可以较长时间安静的待在水下230米的深度 从蒙军的眼皮子底下悄悄的通过 但是长时间待在水下上厕所就成了一个问题了 U型艇上一般都配置了两座厕所 为全界50名船员服务 不过后面的那个厕所 基本上都是会被额外储存的食物给占用的 所以实际上所有的排放问题 都只能交给前面那一个厕所了 50个人急着一个厕所用够夸张了吧 但更夸张的是 这个厕所在大多数时候还不得不处于停用的状态 因为早期U型上的厕所是个直排厕所 什么是直排啊 就是内外是个直接连通的 里面按下冲马桶的阀门后呢 外面就能直接接触到冲出来的废物了 要是你体验过绿坯火车的厕所的话 就能更加直观的理解我说的意思了 诶 但是情况在海里面还是不一样的 直接排放在水压很小的海面上 是可以无障碍的完成的 并且还可以借由船头寄起来的海浪 有效的将排分口冲刷干净 是既卫生又高效的 但是在下潜后 随着潜艇周围的水压越来越高呢 直排就变成直吸了 外面的海水会倒灌进来的 于是厕所就被禁用了 船员们要么得忍住 要么就得找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了 拉裤子里面显然是不成的 那就拉到一个桶里面吧 这的确是早期幽艇里面 必备的一样生活物资啊 你能想象吗 在本来就狭窄无比 既当寝室又当餐厅 连睡觉的铺位旁都存放着鱼类的空间里 再摆上这么一桶混合口味的那啥啥啥 潜艇船员的日子啊 不 是幽艇船员的日子啊 过得实在是太憋屈了 因为盟军那边呢 可能要稍微好一些 他们的潜艇厕所并没有直接连到外面 而是连着几个专门的储藏罐 在每次冲完厕所之后呢 废弃物都会先被收集起来 等到了海面再统一倾倒 所以就少了这么一个水下开罐头的环节 但是却要硬生生的为储藏罐 留出空间和重量 德国人觉得划不来嘛 才另辟出了上面那个袭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德国人所谓的美好时光的结束 也就是幽艇战绩最辉煌的时期 那段时间盟军还没有有效的反潜手段 所以幽艇可以借着夜色的掩护 急持于海面对目标发起快速的群狼攻击 由于浮在海面上的时间远大于潜入海里面的时间啊 幽艇的厕所还没有暴露出严重的问题 在狭窄的仓势内呢 除了有些柴油味、汗臭味和偶尔忍不住才发出来的 那啥一点的臭味以外呢 空气也还算是清新的 但是时间来到1943年 随着盟军反潜技术和力量的集大投入 游艇也被迫开启了他的暗黑时代 需要经常游异于神不见地的水下夺过盟军的反猎杀 于是那个桶现在就变成了抢手货了 有很多次啊 当知行湾巡逻任务的游艇回到基地后 所散发出来的恶臭 连码头工人都扛不住直接给熏吐了 只能说能在幽艇上服役的士兵 那绝对不是一般人啊 但再不是一般人 如此环境下战斗力还是会有折损的啊 新马桶看样子是不能再拖下去了 那就直接操盟军的作业 给他装个专门的密封收集罐呗 德国的工程师说 No 你们那玩儿太low了 我还是要直排 不仅在水面上能够直排 这次我还要在水底下能够直排 怎么排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潜艇里面的鱼雷 是靠压缩空气发射出去的吧 它有专门的鱼雷发射管 那么咱用同样的思路去解决马桶里面的东西 可不可以呢 给它也来一个专门的发射管 也用压缩空气将它发射出去 不就好了吗 所以一段奇妙的变变之旅 便在这个高科技的新马桶被按下后开启了 长话短说 它先是会被吸入到一个专门的罐子里 然后在这被加压 随后再被送到发射位置 在一段倒数口令之后厂门打开空气喷涌 粪泡成功发射 当然那段倒数口令是我自己编的 如有雷桶纯属巧合 不过它也的确反映出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跟发射鱼雷需要有专人控制一样 发射这个马桶也是必须要专人操作的 在整个过程中 它必须要意识不苟严识合逢的前后操作 很多个砝砝 顺序不能乱 力道不能偏 表情不能变 你说这种要求不得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行吗 所以在这个武士人的大家庭中就有了这么一个 对每个人都了如智掌 专门替大家解决后顾之忧的冲使官了 连舰长也不得不经常有求于他 1945年的4月14日上午 正是装着这个马桶的U1206 在苏格兰附近的海底执行他的第一次巡逻任务 开着开着 位于引擎室的舰长斯利特 突然就听到了刺耳的报警声 他很快就了解到 原来是一位工程师 在试图维修厕所的外侧通风口时 意外引起了漏水 而底部的排水阀还偏偏在这个时候坏掉了 于是从马桶口涌进来的海水就越来越多 还记得我说过这是一艘油电混合的潜艇吗 为水下电机提供电能的电池 正好就位于厕所下方 在泡进海水里面去之后 电池发生了分解 有毒的氯气开始释放了出来 很快船舱内就变得不再适合生存了 在这种情况下 舰长斯利特不得不毒上一把 用浮出水面来排走有毒气体 但同时也侥幸地指望能够在敌人的海域全身而退 前者他是做到了 但是后者却很快被英军的一支巡逻机队给发现了 于是猛烈的轰炸接踵而至 斯利特不得不下令弃船 主动将U1206乘到海底后 带着50个部下坐上了橡皮艇逃亡岸边 一个人死于英军的炮火 三个人死于苏格兰险军的海岸峭壁 剩下的46个人显然成了俘虏 还好短短的16天以后 希特勒自杀 再有8天以后 德国投降 这些二战中最后一个沉调的U型潜艇里面的船员 也重获了自由 包括舰长斯利特 他一直健康地活到了90岁 于2009年才去世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这艘潜艇的沉没虽然跟厕所有点关系 但是好像跟冲厕所一点关系没有 那我一开始说的不就是在忽悠大家吗 等等 我们可能都被斯利特船长给忽悠了 因为刚才的说法来自于他自己的任务日志 所以提到了通风口故障 提到了工程师维修 提到了厕所意外漏水 但是一个工程师去维修潜到水里面的潜水艇的 外侧通风口 这本身毫不符合逻辑嘛 所以啊 更被大家广为传播的是另外一个说法 正是斯利特舰长自己一时憋不住去上了一个厕所 解决完毕之后呢 有点放不下架子 觉得我堂堂一个舰长 怎么连冲个厕所都搞不定呢 这玩意儿再复杂 不过就是看个说明书的事儿嘛 于是在翻过说明书之后 他自己动手了 在动到一半后呢 才突然发现怎么也动不下去了 无奈的叫来了冲事专员 结果冲事专员一看啊 不知道是因为舰长在这有点紧张 还是这些砝码真的已经被舰长给玩坏了 结果造成了误判打开了错误的砝码 潜艇外的高压海水呢 一涌而入 于是就发生了我们之前已经描述过的那场悲剧了 显然啊 我更喜欢后面这种解释 因为它让故事显得更加有戏剧性了 总结一下 自负舰长冲马桶一不小心摁错牛 冲屎专家来救场 不料却把神给慌 乌乎爱在何起火来 坑死了一艘游行艇啊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呢 讲给你听